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今天要先恭喜大家 那个学期的三分之一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课程的安排呢 我们在最前面的三分之一 是利用简单的量子力学的系统 我们研究过了Paticonium Bus 我们看过了Harmone Accelerator 我们利用这些系统 比较简单的解 来阐述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所以我们在上上次上课的时候 跟大家讨论过几个 Fundamental Postulates of Quantum Mechanics 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 也秀给大家看 你现在用电脑数值模拟的方式 可以很容易地去计算 任何量子力学系统它的 eigenstate 甚至于你从一个波包放进去 然后它怎么样在 随着时间 evolve的情况 整个Quantum Dynamics 在低维度的系统 都可以简单地被 simulate出来 OK 那我们今天是进入一个 下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要看在化学上 比较重要的实际的系统 那应用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些几个Postulates of Quantum Mechanics 去解这些系统它的一些解 然后甚至于讨论一些近视的方法 那量子力学我觉得 跟有些其他学科 像热力学不太一样的是 它从一个基础的 我们之前讲过这六个 最简单的Postulates 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架构 把任何复杂系统 甚至于一些近视的方法 都架构出来 所以它可以从一个底下开始盖 然后你慢慢最后呢 可以了解整个量子力学系统 那甚至于在解在你们的level 你们解这个非十变性的 薛定格方程式 Time Independent Shading Equation的情况 这个解的方式都很简单 我们要先要把Harmintonian找出来 然后呢 把一个Classic of Hamiltonian 利用这个Classic of Quantum Correspondence 写成Quantum的Harmintonian 然后这一次一个operator 我们要把它eigenvalue找出来 那就是我们的energy 还有这个eigenstate 有了这些energy guide跟state之后呢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方式其实是延续在量子力学 我们会一直重复 用这个方式去解决 所以在这个程式上 量子力学相对是简单的 OK 那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是简单的系统 简单有一个sense是说 都是低维度 甚至于都是一维的系统 我们讨论过二维的Harmintonian Slator 或三维的Harmintonian Slator 但是基本上因为它们维度之间互相没有interaction 所以可以分成不同 就拆成三个一维的问题来解就好了 但是有些问题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之后要考虑的真实系统 都是需要在真正的三度空间里面 去讨论它的 那一遇到三度空间的问题 你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维度 你就有转动 有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运动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今天的主题是 第十一个lecture 今天主题呢 那就是转动 所以我们会从classical rigid router 跟大家复习一下你在 谱物里面应该已经学过的一些符号还有notation 然后呢我们把quantum的angular momentum 还有angular momentum的概念再重复review一下 最后呢我们会把真正的量子力学的问题写下来 然后考虑quantum的rigid router 那像我们之前讨论particum bus的时候 或者harmonic slater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们会把它的shading equation写下来 应该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它shading equation要在极座标里面 对不起不是极座标 球座标里面去求解 所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一些special coordinates 这一些简单的数学 蛮简单的蛮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 eigenfunction 和 eigenvalue 介绍给大家 我说介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课堂上 我并不会真正的去求解它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像我们在处理harmonic slater的问题一样 这些微微方程式你写下来之后 事实上它的解呢 人家都已经找到了 你在工程数学 或者一些微微方程的课上面 你会学到怎么去真正的去解它们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课堂上一步一步的去做 OK 我只能给大家一个sense 说这个是有解的方程 这样就好了 好 我们关心rigid router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跟我们这个第二阶段 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有关系我们现在要开始处理 电子在分子在原子里面的电子结构的问题 那到了三维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个氢原子里面 它的电子的这个web function 它eigenstate的话 那转动就是一个必须要考虑进来的问题 所以未来的几个礼拜呢 我们会先把anguine momentum的概念介绍给大家 我们把rigid router下个礼拜我们也会来继续 下次上课我们还是在这个主题上面 我们把rigid router一些问题处理完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去解 氢原子它的一些问题 所以有了氢原子的解 其实你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1s2s2p这些atomic orbitals之后 我们再用这些atomic orbitals当作基础 当作basis去建构多电子原子它的电子结构 还有多原子分子它的电子结构 OK所以这是一个基础 这一步了解anguine momentum 在量子力学上面 或者说在我们处理氢原子的问题上面呢 是很重要的一步 好 所以我们现在到三维的系统 在三维的系统里面转动呢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你们大家都应该已经在谱画 谱物里面 谱画其实也有嘛 谱画里面应该也教过这个东西 谱物里面呢有学过一个转动的系统呢 最简单的比如说你拿一个绳子 绑着一颗球在那里转 所以你的绳子把球绑住了 让这个转呢是绕着一个一定的半径 在转动 所以这是我的 算是圆点 然后呢 这是我的绳子 这上面有个向量 r 向量r 然后呢 这个radius 它这个半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rid 等一下我们会再做更精确的定义 这是一个rid rotor 因为它的这个绕形的半径被固定住了 那它这个物质 这个particle 这个粒子呢 它可能质量是m 然后呢 它会绕着一个切线方向的momentum p 所以这个p是它的linear momentum 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momentum 这是它r 那在古典力学里面你们都已经学过了 讨论这样子的一个转动的系统 我们会用所谓的angular momentum 转动灌量来描述它 那angular momentum的定义呢 angular momentum是个向量 因为转动你有在哪一个方向上面转的问题 事实上是定义出这个转轴来 angular momentum的定义呢 是r x p 这个close当然是外积的意思 你们应该要熟悉这个符号 那今天这个close 你可以用右手定者去定出它的方向来 所以现在这个r的方向 然后p的方向 所以r x p呢 在这里面 会有一个这个方向的angular momentum 出来 那这个定义出一个转轴 这个particle呢 就绕着这个转轴 在做转动的动作 我这个画的当然是个示意图 这是一个perfect的圆 因为它的半径是固定的 好 那有了angular momentum之后呢 对于一个转动的系统 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kinetic energy 它的动能 就可以从angular momentum很简单的算出来 因为kinetic energy是2分之1mv平方等于2i分之l平方 这个其实你们高中就都学过了 这个i呢 叫什么 叫转动灌量 moment of inertia i n e r t i a 那它事实上是定义成 i等于2m r i 对不起没有写 2m r 平方 好 这样的一个particle 我说particle的质量是m 这写一遍 这里好了 i等于2m r 平方 OK 这里你们应该都学过了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所以讨论一个转动的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知道它的angular momentum 对于一个这个rigid rotor而言 这个i 因为r是固定的 质量是固定的 所以i是一个constant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angular momentum 只要知道转动灌量是多少 转动灌量是一个向量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值 它的大小amplitude magnitude是多少 就它的平方就可以给我们 它就可以给我们能量 对不起这个地方应该是e sorry 而且是ek 动能 我刚刚写i是错的 能量当然是e 好 这个是一个particle 而言 对化学家而言 我们考虑的 我们有兴趣的当然是一个一个的分子 好 所以当你考虑一个分子 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 双原子分子来讲好了 好 我们之前在讨论 Hermonius Letter的时候 我们处理过这个问题 这个两个原子的话 它们有一个两者之间的相对运动 还有它们整个直心的直心运动 好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双原子分子 我们可以把它的直心定出来 这是cent of a mass 是它的直心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 我们可以把直心运动跟振动分离开来 我们同样也可以把直心运动跟转动分离开来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分子 在绕着一个直心旋转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好 所以这样子旋转的话 所以我们把直心运动拿掉 所以我就可以说 诶 它的直心是固定不动的 我们是站在直心上面来看 旁边这个分子 它的这个双原子分子 多 原子多一点 一样 它的旋转 它的转动 的这个motion 然后它们中间就有一个 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是r 然后可能一个质量是m1 一个质量是m2 ok 所以这是一个双原子分子的系统 它绕着它的直心在转动 所以这是一个 以直心为基础的坐标 看这个原子它的转 看这个分子 这个双原子分子它的转动的运动 这样的系统呢 我们可以把它等价为 跟刚刚这一个是一样的系统 我们可以说它等于是 一个effective particle 然后 质量是m2 然后呢 绕着 它转 这个r的大小 是两个之间的距离 好 然后它绕着它转的时候 同样的有一个转动观量 l 我们可以把它等价起来 那等价的方式呢 mu 你们应该也熟悉了 我们之前在简直运动的时候也讲过了 这个时候mu是reduced mass 它是定义成m1加m2 m1m2 ok 那这样子的系统呢 它的moment of inertia i 就会 等于 mu r平方 mu r平方 我刚刚这边的 2其实 是多写的 这没有2 mr平方 把m reduced mass 把m max换成reduced mass mu r平方 就是moment of inertia 那个2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对不起 好 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就可以回到 转动观量跟能量的关系 它就一样很简单的 虽然是一个分子系统 但是呢 动能一样是 2i分支 这个 l平方 2i分支 l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 一个分子的系统 像这个是个双原子分子的系统 想象成 它转动的运动 想象成 好像是一个particle 绕着这个圆点 在转 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以变成这样的系统 那 因为 一个分子系统 里面 事实上这个渐长是可能改变的 它假如在震动的时候 渐长是会改变的 不过我们在考虑 它的转动运动的时候 最简单的proximation是 我们先考虑它渐长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的r呢是fixed 是fixed 既然rfixed 那它的moment of inertia也是fixed 是fixed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子 可以用一个rigid rotor 去考虑它 所以这个 运动现在的想象是 你有一个分子 这个分子呢 它有各自的渐长 还有它的渐角 整个分子在那个地方 真实的情况是 这个渐长渐角 是因为有震动 它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距离是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距离是会改变的 不过我们在考虑 转动 把它当成一个rigid rotor 的model 来考虑的时候 考虑rigid rotor 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想象 它的渐长渐角都是不变的 所以这整个分子呢 是固定的 是rigid 那是整块分子 rigid 的分子 在空间上 做转动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描述的是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运动 稍后我们再讲到 光谱学的时候呢 我们回来讲说 事实上这个渐长 是会改变的 所以呢 这个moment 我们inertia 是会改变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 vibration 当它震动的时候 震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转动的转动 光量不一样 所以你在光谱上面呢 就会看到 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转动的吸收的能量 这在光谱上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那个是等于 这个的 下一个order的修正 这之后我们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是 一个很理想的系统 理想的系统 它没有震动 整个分子是 整个分子是rigid 是钢体 然后这样子的 我们才能够把它的 转动的能量 很简单的写下来 很简单的写下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都定义了 转动惯量 但是我没有把它的 数学形式写下来 我们现在真的把它写下来 那其实这个你们学过了嘛 L等于rCloseP 所以呢 这个Close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行列式 所以是 i 当然是x j k syz三个方向 的单位相量 再来是xyz 再来是pspypz 对吧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行列式解开来 所以 i方向 iypz 还有 ipyz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知道说 它解开来之后是 ypz 请注意现在 顺序呢 我们不要把它弄错 顺序不要把它弄错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要 要用 classical quantum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 的时候 这个可能不commute 等一下 他们还是commute 所以没有问题 zpy zpy 这个是i方向 加上 zpx 減掉 spz z 加上 spy y ypx k ok 所以这是xyz方向的单位向量 好 所以 angle momentum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事实上有三个方向的分量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是 lx 这个分量 是ly 这分性量 是lz ok 然后你看它的话 它事实上也有很简单的rule lx呢 是跟y跟z有关系 y跟z 有关系 p呢 是momentum p是momentum 这是y方向的position 跟z方向的momentum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呢是 ypz 接下来呢 就减掉 zpy 所以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 rule 在那个地方 从这地方展出来 但是你们不用去背它 你们知道这个数学上 是怎么来的 很容易可以得到 那有了这样的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用momentum这个向量 写下来 用它三个方向的分量 ls ly lz 把他写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 lx 这时候它就是一个存量 它有三个方向的分量 我们要算能量的时候 最后关心的会是 l的平方 l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当然是一个内积 所以l平方 内积而言它就写成 ls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 三个方向的分量 加起来就是了 ls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 在三维系统里面 你当然不可避免的 要处理一些向量的问题 那我这边强调一下 这是个vector 这是一个number angular momentum是一个向量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 然后我的能量呢 动能 就会等于 2m r平方 分支 l平方 ok 这个古典力学里面 那古典力学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就可以把 Hamilton Equation也好 或者说你直接解 牛顿方程F等NmA 来看这个系统转动 的一些力学 不过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量子 的系统 所以quantum harmonic oscillator 对不起 quantum rigid rotor 我们要怎么去描述它呢 我们应用我们之前学过的quantum classical correspondence 我们把一个classical的hamiltonian找出来 先找classical hamiltonian 所以以这个系统而言 hamiltonian会是connected energy 加potential energy 这系统的potential energy是0 因为它是free rotor 它没有在转动上面 没有受到其他的 场的影响 好 只剩下动能向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动能向写出来的话呢 classical的是 其实就在这边了 所以是2i分支 我还是用i就好了 好不好 L 平方 这是classical的 quantum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 classical hamiltonian里面 L L平方是由Ls Lz写出来 Ls 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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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vector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既然L 那既然L 现在这operator 延续classical的这边的定义 就可以写成s方向的分量 y方向的分量 y方向的分量 z方向的分量 z方向的分量 这一样都是operator 又可以写成他们的s跟y跟z的operator 所以是 ls的话是ypz 现在是operator z 减掉 zpy 这一样是operator ok 那我们知道说 p momentum operator 某方向的momentum operator 在 这个空间上面 可以写成 -ih-bar 的partial 这个那个方向 的微分 the directive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把它 改写出来 这个事实上是 -ih-bar 分支 y 然后 partial partial z 这是对z pz momentum 对z为分 减掉 z partial partial y ok 这是x 所以 ly呢 好 这个operator 我们也定义出来了 是-ih-bar 我直接把它写下来 的 y的话呢 是z跟x z partial partial s 这partial 我们都找到了 整个partial 我们也找到了 它是一个向量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 代进去 把hymetonian定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hymetonian 我们现在有了hymetonian 那我们剩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希望解shading equation shading equation shading equation 就是hymetonian 作用到某个function 等于 大家记忆一下 time dependent shading equation 是个 eigenvalue problem 好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必须要稍微插开一下 我们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些这个 rotation 其实也没有真的插开啦 因为我们这个我现在写下来的这个都是在 syz cartesian coordinate底下写出来的结果 解决一个转动的问题 我们刚刚我这图插掉了 一个particle绕着一个球星 再转 我把它再写出来 这是我的圆点 这是我particle的位置 中间有个向量r 的话 处理一个像这样子的问题 自然而然的 你应该想到说 我们应该要在 球坐标底下 去解它 因为它绕着一个中心 在转动 这一个particle 基本上呢 是呆在一个 因为是ridge rotor 呆在一个固定的球面上面 它的运动呢 跟它们之间的就是距离 也就是r的绝对值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应该自然而然的考虑 在球坐标上面 去看这个问题 球坐标上面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定一下球坐标好了 其实 你们应该熟悉一下 不然的话 我在网路上 其实有提供一些 补充的资料 数学上面 你应该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是s y z 这是 cartesian coordinate 上面的syz 但是在球坐标上面呢 我们是用r 离原点的距离 离原点的距离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现在它是fixed 所以它根本不会动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不是一个有趣的变数 另外呢 有这个向量跟z轴的夹角 这个呢 叫θ角 θ角 还有这个向量 投影到sy轴上面 之后 然后跟x轴的夹角 这个呢 是f角 所以在球坐标上面呢 我们是用θ角 跟f角 来定义 这个particle 它的位置 在三位空间上面的位置 是在哪里 那 xyz 跟r 这个r 这个绝对值 r θ f 的关系 其实非常的简单 s呢 我们是从最简单的z 开始写好了 z呢 是 因为这是r 所以它过来这边 所以它是z等于rcosθ ok 那rsinθ就是这个向量的长度 rsinθ是这个向量的长度 所以rsinθ的cosv就是x rsinθcosv就是x 那rsinθ的sinv就是y 所以y 所以y是rsinθ sinθ sinθ 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θ角跟这个 极坐标跟 对不起 我都讲极坐标 极坐标 极坐标跟syz 分之z r从z里面除掉 就是cosθ ok 啊 r跟xyz呢 又有很简单的关系 r等于x 根号的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ok 所以cosθ可以有一个简单的xyz的form 同样的呢 tan 又有一个很简单的form 你把y除x sin除cos tan 所以它是x分之y y除x ok 好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这边 像这样子的一个operator 我们等一下会做ls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operator 像这样一个operator 写成极坐标 的形式 写成极坐标的形式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这个y没有问题 y我们会写了 y在这里 ok 但是像 partial partial z 像这样子的一个 durective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要用chain rule 去做它 ok 所以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简单的概念 那 等一下有一些细节呢 也会回去当做你们的习题 你们该回去的时候自己也practice一下 好 这整个转换的过程其实 数学上面不难 但是有一点这个 tidious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花点时间 把一些细节搞清楚 自己自己要动手做过一遍 才比较熟悉 好 举例来讲 我们假如想要知道partial partial x partial partial x 那它是 而且事实上是在 所以 y跟z固定的情况之下 ok 所以它可以写成 partial theta partial x 我们把它改写成 θ跟v的函数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 partial theta partial x 在sy固定的 y跟z 现在是对x 所以y跟z固定的情况之下 partial theta 这是圈弱 但是你还有跟v 的dependence 所以是 partial v partial x 一样是yz固定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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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 partial v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 对s维分改写成 对c大还有对v 的维分 不需要管对r的维分 因为r是固定的 对r的维分是0 好 riged rotten 的情况之下 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其实这个东西在数学上 叫jacobian 我们现在要求这两个 jacobian 是什么 ok 那 partial theta partial x 要怎么算呢 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 我们刚刚说 我们会用到cos theta 假如我们把cos theta 对x维分 那cos的维分是-sin -sin theta 那 theta 还要再对x去维分 所以是 partial theta partial x 我放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直接对cos theta 为分 中间有一个 这个跑出来 但是我们又知道 cos theta 事实上是这个函数 是这个函数 所以把它对x为分 那我们会算 它是 partial x 我放在里面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二分之一 z 对吧 这微分有点反 但是你们应该 可以做得出来 没有问题 我 还是这样写好了 所以呢 这跟z没有关系 对下面为分 所以二分之一 二分之负一 变成二分之负三 所以是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二分之三 分之z 当然二分之负一要乘上去 然后呢 还要再对里面为分 对里面为分的时候 这没有关系 s平方为分 变成2x right 所以呢 这个变成 这是r的三次方 分之 我把2 2消掉了 这个2跟这个2 消掉了 所以这是r的三次方十分之 x z 符号 right 那我知道把 怎么把 x跟z改写成 θ跟φ的函数 r没关系 r已经得到了 它是定值 所以这个不是有趣的 r三次方分之负一 乘以x 就是在这里 跟z乘起来 所以这是r平方 cosθ sinθ cosθ 所以r平方cosθ sinθ cosθ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r平方消掉 这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这两个要equal在一起 这个跟这个 是相等的 所以呢 这边一个sinθ 消掉了 sinθ 消掉了 那我们就得到 partialθ partialx 这个 其实你们假如学过 呃 画术或者工程数学的话 应该知道说 你用个matches方式 就是可以直接把这个jacobian 算出来 我们现在是在 比较 这个 用比较笨的方法 去做这个问题 不过你们应该要练习一下 应该要练习一下 所以 sinθ消掉了 这边剩下r分之1 剩下一个cosθ cosφ 好 我们得到这一个了 得到这一个 好 所以事实上你对这一个去为分 你要知道v的话 你用tangentv这个 对x去为分 对x去为分 其实还蛮简单的 好 你就可以得到说 那 partial v partialx 在yz是固定的情况之下 会是 负的r分之1的 sin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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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θ分之sin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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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所以partialx你会换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partialθ和partialθ 所以 从partialx的话 从这个地方看 partialx你可以换掉了 partialz一样 partialy一样 你把所有的全部换掉 y z也都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的 我们的hamitonian 在 球坐标底下 在specal coordinates 底下 的形式 是什么 我把它直接写出来 我把它直接写出来 但是呢 我不去 这个 嗯 讲太多细节 所以 l平方呢 会等于 FuH bar 平方 H bar 从这个地方来 这有很多H bar 在这个地方 分之 sinθ分之一 partial partial θ 然後 sinθ partial partial θ 你们 这个应该当作练习题 你们要回去验证一下 加上 sin平方 θ分之一 partial平方 partial θ 这是L平方 Ls Ly Lz 所以在课本里面有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我在这边呢 就不去 把它重复抄在黑板上了 不需要 要注意的一点是 假如你去上commutator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commutator ls ly 还有 L L Lsy Y Z 这都operator 还有 Lz Lx 其实这几个是一样的值啦 但我要强调说 它不等于0 我们现在先不去 我先 今天先不去算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不等于0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一样是练习题 回去练习一下 但是 however 任何 L平方 跟任何 Ls或Y 或者Z 所以Ls Ly 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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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 share eigenfunction 的问题 Ls Ly Lz 它们 互相不commute 所以它不share 同样的 eigenfunction 但是 它们其中任何一个 跟L平方 或者L平方 就是我们的energy啦 其实 就Hamiltonian 是share eigenfunction 因为它们commute 它们commute 那事实上在处理 这个 angle momentum 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 喜欢挑一组 eigenfunction 是 L平方 跟Lz 同时 的 eigenfunction 好 那sharing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下来了 在这个地方 我不重复超一遍了 我不重复超一遍了 所以 所以 现在 因为是转动的问题 其实我 其实我写在这边好了 对不起 好 这等于是 补充一下 的东西 我们之后还会再遇到 这些 angle momentum 的 的 commutator的问题 下次上课就会有 sharing equation 我们要解它 那我们的Hamiltonian 是 2i分之 刚刚的 这个L eigenmentor operator 的square OK 所以 我们要解的是 这样的一个 微分方程 2i分之 h bar 平方 分之 其实就是 这个带进来 好 再超一遍好了 impact 分之 一 patial potial sin п 药 直接 加上 sin 平方 p 幫 分之 太々 平方 作用到 某個 QUEB 那現在這個 wave function 因為是在空間上轉動的問題 你要考慮的是 那一個 particle 出現在某個角度的時候 它的出現的機率分布 是怎麼樣的 或者它的這個 probability amplitude 是怎麼樣的 所以它會是一個 theta 跟 phi 的函數 所以我們要找 eigen function 我們要找一個函數 帶到這一個 虛擬 equation 裡面 或者說被這個 operator operate 上去之後 它還是自己然後插一個這個比例常數 這 eigen value 的問題 這個 equation 事實上早就被解了 早就被解了 這些解呢 是 well known in mathematics ok 所以 the solution solution 不只一個 eigen function 好多好多 eigen function are spherical harmonics 已經 well known 的解 denoted 通常用 y, l, m 兩個 label 等一下我們會來討論它 是什麼 sitta, phi 要表示它 這些 spherical harmonics呢 是一組函數 我們今天不去討論它們細節的形式是什麼 在課本上面有 我們之後會 我們之後會再來回來講 它們函數形式 然後在空間上怎麼畫圖 我們甚至會講說 一些比較高的 spherical harmonics 你怎麼樣去想像它的圖像 是怎麼樣 不過我們 你今天就接受說 有這樣的一組函數 這一組函數 這一組函數 這一組函數呢 會是 hammitonian 我們的hammitonian eigen function 或者說直接說 就是L跟Lz的 eigen function 所以 y, l, m sitta, phi r 這是很多很多個 這樣的函數 simultaneous s, i, m, u l, t, a, m, e, o, u, s l平方 跟Lz 好,我們選的是 跟z方向的這一組 所以L平方作用到它們上面去之後 會等於L L加1 h bar 平方 的 yl r, m sitta, phi 是 eigen function 所以這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 eigen value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它的物理一 是什麼 好 那L 這裡的L 叫做 angular momentum quantum number L 它可以是0、1、2所有的包含0的正整數 0還有所有的正整數 其實你們學過了嘛 對不對 另外 Lz作用上去的時候 會得到一個 eigen value是跟m有關 所以你現在知道m跟l的定義是怎麼來的 所以一個是跟 L平方的 eigen value有關 一個是跟Lz的 eigen value有關 你會得到mh bar 對 對 Y L 那這個m呢 你們應該都知道了 是magnetic quantum number 那m的值跟L有關 沒有關係 依據L的大小不一樣 m的值可以有不一樣的大小 所以m 事實上可以從 一直從-L、-L加1 -L、-L加1 經過0、1 然後一直到 正L 所以 對於L等於0的state m呢 只能是 0 L等於1的state m可以是-1、0、正1 L等於2的state m可以是-2、-1、0、1、2 OK 好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我們等一下有一個圖形的解釋 那應該就會蠻清楚的 蠻清楚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L平方的 eigenvalue了 那我們的Hemintonian的 eigenvalue 也就是我們的energy energy level 就很清楚了 因為就是把L平方除以2i 就好了 所以 energy level of original router 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是 跟L有關係 跟L有關係 然後是 2i分之 h bar平方的L L加1 我只是把剛剛的L平方 的 eigenvalue 弄出來 所以 m h bar 事實上是 eigenvalue of Lz OK 好 它只跟L有關係 跟m沒有關係 only depends on L 跟m有關係 所以 你給我一個L的話 中間還有很多個不同的m 的 這個 special harmonics functions 都一樣是一個 eigenfunction 而它們能量會是一樣的 因為L是一樣的 又L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呢 它有 就L等於0 1 2 OK 對於任何一個L的系統 它就會有 2L加1 fold 的symmetry 所以這有 2L加1 為什麼 從m來的 mp等於負L 到正L 所有的整 整數 整數 或者說每次差1 的情況 所以這有2L加1 fold 的 的degeneracy OK 所以這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好 I個state L等0的時候只有一個state L等1的時候有三個 L等2的時候有五個 L等2的時候有五個 裡面其實也很熟悉 S軌域 只有一個 P軌域 SYZ三個方向 有三個 Z軌域 有這個 五種 D軌域 有五種 這就是一樣的 這就是一樣的東西 好 現在重點是 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兩個 最後的部分 這兩個 L平方的 eigenvalue 跟 Lz的 eigenvalue 有什麼物理意義 這事實上是有的 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L平方 作用上去之後 你得到 H bar平方分之 LL加1 它等於這個向量呢 的長度的平方 你從直接上看 L平方 它能量跟L平方有關係 那這個事實上是L平方 它是等於這個向量的長度 所以你的思考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這個 L是一個 N跟我們問成是一個向量 在量子力學裡面 這個量 N跟我們問成這個向量 它的長度呢 就是 這個 H bar 分號的L L加1 H bar 所以轉動觀量的大小 是被quantized 不是所有的轉動觀量 都可能出現 只有 L是正整 L是正整數 0或正整數 所以只有L等於0 1 2 這些轉動觀量 才可以出現 所以這是個quantum的系統 那 Lz呢 Lz本身的絕對 這個 不用講絕對值 我現在這個是指classical的sense 所以 在Z方向的分量 那就是M MH bar MH bar 所以這一個是 我把它寫下來好了 這一個是amplitude 或magnitude of of 用momentum 那這一個是它的projection 它是一個向量 它在Z方向的分量 Z axis OK 那物理上 或數學上 你就可以很容易去理解說 為什麼 m 會被L 限制住 的這件事情 因為 L L加1 是整個的長度 那你在Z方向的分量 不可能超過你整個長度 所以當M等於L的時候 你代進去L平方 L平方 剛好比L L加1 L平方開根號 就L L剛好比根號 L加1 小一點點 但是呢 假如你 這個M萬一 這個 變成L加1 好了 那就比L L加1 開根號 還要大啦 那你的長度 怎麼可能 在Z方向的分量 怎麼可能大於它的總長度呢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剛才在講的事情是 M等於 負L 負L 加1 打打打 經過0 一直到正L Because Z方向的分量 一定要永遠 小於 你可以等於 但是量以力學裡面 不會有等於 這跟測不準原理有關係 一定要小於等於 L 的值 OK 好 那這個東西等於 根號的 L L加1 的 H-bar 這個限制了 限制了 這個M 的大型 最後呢 最後呢 給帶來個圖像 這在課本裡面也有 既然 因為我們是個向量 那我們呢 可以在空間上 一個向量的形式呢 去表示它 OK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 在L等於2的系統裡面 L等於2的系統裡面 L等於2的系統裡面 假設呢 這是我的Z軸 方向 我把圓點定在這裡 好 所以在圓點上下開始 就是間隔H-bar 2H-bar -H-bar 這是0 -2H-bar 這些間隔的地方 然後呢 我等一下齁 然後畫一個 圓 好 這樣子 好 一個anguine momentum 是一個向量 我們剛剛討論了這些 L M的state 對於一個given的L 跟M的情況 L等於2 表示它的大小 這個向量的 絕對值的大小 是2乘上 2加1 3 所以是有根號6H-bar 這麼長 也就是說 這一段 會是 根號6H-bar 它這個大小 是這麼大 的一個向量 然後它可以在 Z軸上 的projection 可以是2H-bar 這時候是M 好 M等於2 或H-bar M等於1 所以這是M等於2 M等於1 M等於0 M等於-1 然後M等於2 有這五種不同的在Z方向的projection 所以呢 聯繫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有這麼多不同的 在這裡轉動的轉動態 所以在這地方我們很簡單的把量子力學裡面的 我們沒有真的去解它,它事實上是早就已經被解了一個微微方程 然後它的解可以用所謂的specal harmonics 這一組函數去描述它 這一組函數有兩個quantum number去描述,一個是L,一個是m 那你們該搞清楚的,或該回去好好想一想的是 L跟m的物理意義是什麼?L告訴我們這一個向量的長度 這一個向量,這個向量的長度是多少?L是quantized L必須要是,我這邊再寫一下,L必須要是0,1,2,3 所以這個向量,這個向量的長度是被quantized 一個固定的整數,固定的大小才可以 而且每一個L 我現在這個向量的長度固定 那向量還有方向啊 向量還有方向啊 向量方向呢 用在Z方向的分量是多少? 來決定啊,所以還有一個m 所以今天會有兩個quantum number是這麼來的 一個決定大小,一個決定方向 能量子跟大小有關係 所以它最後給出來的能量呢 能接會有個2L加1的degeneracy 這是從不同的m state而來的 那m的紫又被l限制住了 那這從一個向量的角度 它在某方向的分量不會比總長度還要長 可以簡單的想像出來 所以對於一個這樣的系統 像L等於2,我們事實上有五個state 五個不同m的state在這一邊 我這一邊畫這樣的一圈 其實意義是代表的就是說 我們知道它在Z方向的分量 但是在X跟Y方向上的分量 也就是說這個向量 到底是在SY方向是哪個角度 Z方向的角度我知道了 但是在SY方向到底是指到哪一邊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這個是跟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 是有關係 因為Ls、Ly、Lz他們互相不commute 假如我們今天確切的知道Lz是多少 Z方向的分量是多少之後 那Y跟Z Y跟X這兩個方向的分量呢 就變成完全 totally uncertain 這uncertainty principle 告訴我們的 所以它在SY平面上面 是都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個向量實際上指到任何一邊 都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在哪裏 那是uncertainty的問題 好 那我們下次上課的時候呢 就會再回來 真正的去考慮這些 special harmonics 它長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們怎麼樣 用個比較圖像化的方式 去想像它 那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後面 去解 氫原子 氫原子的問題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